我在去机场的路上 我们阿姆斯特丹见吧 来了荷兰公立博物馆 据说这个博物馆特别大 不知道要多久能逛完 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网红酒店 叫Sir Adam 这个酒店非常非常有特色 带你们转一下 从正门进来是这样的 左边是洗手台 然后所有的洗漱是在这个地方 这酒店房间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做的很有特色 床上面就是它整个酒店 是以音乐为主题的 刚才上来的时候 电梯它有两个电梯 一个电梯里面是卡拉OK 是带两个麦克风的 另外一个是disco的电梯 上面是带霓虹灯之类的 就是做的非常有意思 房间里是放了一个黑胶 其实是蛮普通的一个黑胶机 然后给了一些黑胶唱片 这些唱片是楼下有一个非常大的唱片库 所以你如果是想喜欢听别的风格的音乐 没有这里面喜欢的 你可以到楼下去自己挑 然后咖啡和酒 下面是一个小mini bar 这里对 这是一个小mini bar 然后 哇哇 这边没什么东西 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两个小座位看台 正对面就是阿姆斯特丹的码头 这两边有很多渡轮在来来回回的走 可以其实很近就可以在楼下就坐渡轮到市里 然后酒店本身有一个小酒吧和餐厅 这个地方看海景是分享的好 但你们看这个厕所吧 这是洗手间 然后 这不是洗浴 洗浴 冲冥浴的地方 这是一个的女的门 打开这个完全封闭的房间 只有床套的灯 然后右边应该是个厕所吧 对 就完全是封闭的两个房间 我们现在来到了那个 Sir Adam那个顶上 应该叫阿姆斯特丹眼 然后下面还有个秋千 我们一会儿要去逛那个特别大的秋千 然后这里有个嘴巴 是可以你看这边全景的 非常的可错 这是一个阿姆斯特丹全景的投影 下面是3D的投影 下面是个3D的下盘 这个整个下面这层酒吧 有非常多娱乐的东西 这边可以看电视 还有好多专门的节目 包括一些荷兰的历史之类的 都可以在这儿跳 下盘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机器 特别的神奇 对啊 你可以它这个是个可以动的 你动它这个 你动它这个机器 它就会跟着你 下面前面那个在电 然后告诉你 这个几个地方的地标 要什么东西 可以直接去看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整个背景是人类的 这应该就是两楼了 这里有一个全景 哦 这里有点小冷啊 风有点大 哦 好大的风 这边有很多的 望远镜可以 偷窥对面的公寓楼 哎 好多人就直接坐在下面 这下面不是刚才说不能带酒上来吗 为什么还是有人带酒 好多人啊 但是风非常的大 如果你们要上来坐的话 我建议你们圈多一点 哦 到了这个丧心病狂的秋千了 因为那个荡出去的时候 是悬在外边的 反正我是不打算坐了 他在大阳这边 你被写造成了 可能我继续 你带酒吧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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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